今集就是说一说风水界一代宗师 说风水界一定是找到我们的百威师傅 百威师傅第一集我们就会讲一下这个国泊 国泊这位宗师究竟是他有什么著作 和他有什么有趣的故事跟他分享呢? 其实国泊先师除了风水师之外 他还是文学家还是诗人来的 就是说他在文学等等的修养都很高的 也曾经除了风水名著藏经的作者 他还注释过一些例如周易、山海经、楚慈等等的名著 他的风水界的故事也有很多 如果要讲也有时间讲 不如讲一个比较有兴趣一点点 我想做戏也有时间做的一个情形 第一件事就是当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在一个地方 一个湖上去欣赏风景的时候 就有个女孩在船上摇下来 他就立刻下去游泳救了个女孩 当然那女孩的父亲很感谢他 就招待他回家 就换过一些新的衣服 就不用说湿陋陋陋了 引起将来一段可以说 如果可以收拾一下就可以有一个爱情故事 不过这个就不是爱情故事 而是当郭伯先思去到一个中期的时候 他就是在一个晋朝的将军 在黄敦的幕僚里面做一个幕僚 是 职位很高的 是做到参军的了 但是主要就是帮黄敦去做一些预测 或者风水述数的问题 有一次他就说黄敦就叫郭伯先思去占卜一些东西 但是当他进去他的家的时候 发觉有个女孩 有个女的仆人经常看着他 他就最初都不知道那个是谁 但是原来后来聊天 原来就是以前很年轻救的那个女孩 哦 就以爱情啊 是啊 真是很有企业性 那个女孩突然间就说了一句话 今天你要做的事要小心一点处理 他就觉得那么奇怪是什么事呢 他就跟他自己占卜一挂 发觉这个是死挂 哦 那么大劲 很大劲啊 为什么是死挂呢 原来就说黄敦就问 原来黄敦想造反 是 那问先思 叫他起挂或者占卜呢 他造反成不成功 那当然啦 这个故事呢 答yes又死了 no又死了 是 是 如果要答lo就已经是将那件事作反件事的表 有人知道了 有人知道当然要灭口了 你说yes的成功的就好了 不成功 那又是死了 那但是呢 但是发展到呢 那一个女仔呢 就知道了她的死呢 就当然是不开心啦 是 因为她是救命恩人嘛 那当时呢 最后呢 就说 晋明帝 晋明帝上任之后呢 就发觉 郭霍先思呢 对他前朝有功 就是说祭祀祖那次的作反 嗯 于是呢 就在这个 袁武湖旁边呢 是跟郭霍先思呢 做了一个衣冠宠 那衣冠宠的衣服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的女仔 救女仔的时候呢 是游泳那套衣服 哦 那也都可以说呢 是我们风水界的 历史记载中呢 可能是最早的衣冠宠 是 哦 就是原来她是 新鲜事出啊 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 那这个呢 都是一个比较是 有兴趣一点的 关于先思的故事 好 那多谢伯威师傅 跟我们讲这个 这个郭霍啊 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